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CentCent Uncougou故事馆创办人 各位小朋友 你们乖不乖乖游乐场呢? 我都很想去游乐场玩餐饱 今次这个故事 一于就去游乐场玩一次 跟着那些恐龙去游乐场玩 这个故事就叫做 《比你更大》 作者和画画是轻慰玩 逆者是吴田耳 这里是一个森林 有石头有条树木 躺在石头上这么有趣 好像平衡木一样 迷迷啊,CentCent妈 觉得像一个摇摇板 各位小朋友, 你找到吗? 没错, 就是这里了 除了有个摇摇板 还有一只二耻龙 它也看到了 它应该很想走过去玩 一站过去 噢, 那个摇摇板就倒在一边了 因为二耻龙比较重 不过第一只恐龙玩不够好玩的 对啊, 说明是平衡木嘛 摇摇摇摇才好玩的 二耻龙很想有恐龙和它玩 究竟谁可以和它玩呢? 我呢, 我就比你大 哇, 哪一只? 一站过去, 整个摇摇板 又摇到另一边了 原来这只橙橙啡啡的 比这个二耻龙更大 那只叫做敏迷龙 CentCent妈觉得这只敏迷龙的样子 好可爱啊 原来重点就聚在一边 哎呀, 那它重点 谁可以和它玩摇摇板呢? 我来了 哇, 声音这么红厚的 原来是黏刀龙啊 黏刀龙是大个敏迷龙的 一站过去而已 噢, 整个摇摇板 又摇到另一边了 哇, 那只敏迷龙马上升高了 我大过你, 我重过你 那谁重过这个黏刀龙呢? 我呀, 我比你更大 哇, 真是哦 那只脚板大那么多 尾巴又长点粗点 原来是琴龙啊 琴龙一站在摇摇板上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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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刀龙马上升高了 那谁可以又大过这只琴龙呢? 嗯 碰碰碰 还有我 比你更要大 是三角龙啊 你看看它 不仅是这个角很威风啊 连我的脚都很粗的 站在一起 真的比这个琴龙重重啊 有了 那个摇摇板 Center 这个滑摇板 window 爹噓, 烤使 kur smm 阡的人会越有 vä量 三角龙站在那个摇摇板上 它耐心哪一只再大过它呢? 我就是我了 暴龍啊 暴龍我看他的腳小小了 站上去 三個龍就飛高了 我才是最大的 你看暴龍的樣子多得青 他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恐龍 不過他想都沒想到 當他站穩的時候 我才是更大 對呀 有一隻頸子很長的 不過樣子友善很多 那隻叫做腕龍 它不用四隻腳站起來 只出兩隻前腿 就可以把暴龍升高了 你看看那個搖搖板 又拉到一邊 夠了夠了不要那麼高 你看嚇到小恐龍 明明是我最大的 嗯 他們呢 玩玩搖搖板 玩了夠大 看看誰才是身形最大 暴龍啊 被輸了 心情不開心 想發脾氣 我醉了最大 我還給你餓啊 真的喔 你看看他喊破喉嚨 嚇到那些恐龍都走到一邊 當他一喊的時候 不單止那些恐龍走 那個搖搖板更 嘩 斷了 整個搖搖板 嘩 嘩嘩 斷了 沒得玩 誰這麼兇啊 誰說最兇是你的 小朋友 誰在暴龍後面 跟暴龍一樣的 媽媽 你為何走到這裡呢 哎呀 不看著你就到處惡 是不是呀 哎呀 搞到那個搖搖板斷了 現在快點和小朋友一起 弄好它 哎呀 暴龍媽媽來到之後 終於有人可以大得過暴龍了 沒得玩搖搖板 這個遊樂場是不是這樣就算呢 不是呀 他們想了一個好的主意 所有恐龍夾手夾腳 剛才搖搖板沒得玩 這樣 不如動下腦筋 用一下座椅 把搖搖板 放在石頭上面 做到斜綫 啊 這就是滑梯了 成班恐龍一起來玩滑梯 滞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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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好玩 一頭一頭笑 他們好乖 排隊手捕逼一個跟一個 做得非常之好 遊樂場就來到這裡了 你們看見會不會都很想玩呢? 比你更大這個故事就來到這裡了 很開心的一個鬥大遊戲 當然玩得搖搖板爛了大家都不想 不過也可以用創意解決難題 希望你都喜歡這個故事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KanKan媽 哪一道理你最難忘 我們還會選出十位幸運兒 可以抽到恐龍DIY的套裝 如果想認識多些韓國文化的話 可以留意住香港韓國文化園的網站 Facebook和Instagram 希望可以很快和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 拜拜